今年应接生在韩州找工作到底有多难 我跟黄花今年大肆就一起来到韩州找工作 这时候我知道你们可能又要说了 你怎么长了一个60岁的脸还出来找工作 今天还有阿姨在电梯里问我 这是你叔父吗 当时我就问了 这哪是我叔父 他也就比我大一岁 他学的是电商商业嘛 所以我们讲说可能在韩州会有一个 很好找工作的现象 发现之后大喽特喽 就是张大华来了之后一整个大面壁 韩州不是电商之都嘛 然后我更好我的专业就是电脑商 然后我就想我在这里肯定如鱼得水 就每一家工作都抢得要我 现实然而就是我到处投建立 然后他们就一途不回我 韩州的用人市场已经有点畸形了 就前一段时间我去面试嘛 因为我觉得是心理体相关 所以当时我面了一个是短视频的编导 一个岗位 那天呢其实一切都还挺顺利的 当我问他 我说我需要负责哪几个类目的账号的时候 他一开始跟我讲了一个大类 他后面他跟我补充一下 之后会有十个几张账号 我就想啊 我可能到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团队 他跟我说你每天要负责这十个账号 我当时一整个晕觉 一天也就是说要敞出十几个视频 这不纯粹压榨嘛 然后他跟我说 我们这边是单修 你能接受吗 但是我看那个boss上就写的是双修 我就问他 我说请问boss上不是写的是双修吗 为什么是单修 我们凯粹压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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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也去报处的时候念过试 然后 上面标的是120一天 然后我就 就信仰费类的去念试了 对不起 我现在120一天我都可以接受了 然后我就跟对方的HR聊 然后HR聊 说 其实这个工作就是50块钱一天 你可以接受吗 然后我问 蛤 不是120吗 然后他说就是 如果不写120个人来这么公司 真的是便宜有好用的实习是吗 这50块钱到底要干嘛 把你招来当牛做马的 我这块钱很贵的 就是有一次我去找一家 直播运营的HR 然后那个人就是找我 然后问我 今天14个小时OK吗 然后我就起来 14个小时 14个小时 你哪想买我命算了 然后就是现在的 因为我们困在了企业太多了 对我 也会有很多小红丝 然后那个小公司还很会画饼 然后跟我说 三年代我要让 每个公司员工 在行中买一套房 我就 真的妈我也想学 我给你去 今天我又去面试了一家公司 然后他那个公司表格就很奇怪 然后他上面有一行 觉得是否京东Exella 然后我就想 Exella 这不是小孩子都会了吗 然后我就打勾 然后人家就HR 看了我的节目之后 然后听我盖着我 你跟Exella真的很熟练吗 然后你有什么函数 可以跟我练取一下吗 然后当时就用了 哇 你跟Exella什么函数 这不是我初中学的吗 想忘给老师了 就我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是有这个课的 然后我当时其实也不是特别愿意学这个 我觉得可能我以后工作就是用不上啊 后来发现我错了 现在我自己对接的工作 因为我是做广告策划类的 我会发现我在工作日常中 我都是需要去用到这一方面工作的时候 我就不好意思去问同学这方面的问题 我就自己在网上发现了一遍 那在这个平台上面学习 我就发现一个特别大好处 就是它的时间特别短 它一般上面提供的课程 都是针对工作上面 最多可能会使用到的 所以我就基本上 我最近在学习衣服盘术 或者配合盘术 然后就很快的就能够用到工作当中 而且它的课程设计得非常的详细 它有案例所拆解 并且它还有一个时尚 如果你不完成这一切 你是根本没办法说 就真正的去找到它 其实我觉得真的在最近的时候 就我每次用它的时候 医学就会密码就能够用到不错的上面 就我觉得一个CL在我们日常 看我说其实就已经在渗透当中了 就你不可能去避免掉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也在找工作 或者是在职上上的人 每天花一点点的时间 去学习这一个上面的内容 对自身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我真的不知道张大华 什么时候找到工作 每天都笑得出来 我就听到在家里躺 好 有人带有节目 其实我觉得在最后 我想跟大家 我觉得个人能力的提升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能够 但提升了自己的个人能力 那你首先你会对自己 有一个很自信的表现 对自己有个价值的定义 这样的话听到吗 听到了听到了吗 给我去学 好好好 不知道大家在站点 找无论的时候 有什么其他的故事 如果有 欢迎分享给我们 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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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